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更多族裔或社团报名 华高鞋是四年来在社区推广高球运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规范的非盈利组织 目前有八位理事组成的理事会集体运作管理 嘉华清高鞋是华高鞋的青少年分支 协会的愿景是通过持续组织系列高球活动 推广普及华裔高尔夫活动 理会长表示他自己的高球品牌A99Golf 赞助整个赛事的高球奖品和礼品 也希望更多的商家社团和华高鞋一起 支持慈善高球运动回馈社会 我是Michael Lee 华人高尔夫协会的现任会长 我们今年组织一支大的活动 其实去年是第一届 今年第二届 叫多元文化 Play for Kiss 高尔夫慈善赛 8月16号举办 今天是新闻发布会 请问一下您举办这次活动的意义是什么 高尔夫运动本身就是一个 经常和慈善是挂钩在一起的一个运动 我们意识到 我们在这个事业有成的 打高尔夫的这些球手 或者说我们的居民 也希望在玩的同时 也能为我们的社区做一点贡献 所以我们本身这个协会呢 我们也是长年累月的 组织不停的 不停的组织活动 来去帮助社区的高尔夫运动的发展 最大的意义就是 我们熏陶我们的巧友 不单单要自己玩 同时还不要忘记 我们所生活的居住的这个社区 希望我们身体力行的 为社区做贡献 特别是青少年这一代 今年呢 我们是有一个 引进一个co-organizer 就是青年企业家协会 青创会 他们呢 也做得非常成功 虽然他们创立的时间不是很久 但是这一帮是有 很朝气蓬勃的年轻企业家 我邀请他们和我们一起举办 并且呢 我们邀请到一个 比较有实力的sponsor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会能把这个慈善活动 能做到更有影响 更大 为社会做出来更大的贡献 并且呢 今年这个 我们这个是 队积赛 不同的队的形式 来去PK 去年大概四个队 今年又增加到七到八个队 所以规模上比去年大了 然后我们能帮慈善 做出来更多的事情 这是最大的不同 那哪一家公司是sponsor 今年是Mach D.O. Law Firm 这是一家律师行 对 今天的嘉宾Scott 他会过来去 给大家去认识 这是Tidal Sponsor 然后那个场地选在哪里 场地是San Andrews Valley 在Aurola 是个非常漂亮 又有挑战性的球场 比赛是8月16号 下午1点半T Time Shotgun 大概会在100到110人左右 18个球动同时开 对 然后那比赛的那个奖品有什么 奖品会有很多高尔夫的用品 这个是A99高尔夫赞助的 同时呢 也有一些其他的赞助商 比如说精美的钟表啊 一些家具啊 都会我们赞助商在 在陆续的在继续洽谈中 都会进来 我呢就很喜欢打Golf的 自己都是赞助很多不同的Golf tournament 那么我觉得呢 健康呢 这个很重要 再第二呢 就是向社区去帮忙 因为很多时候 我都自己练练那个打Golf 之后呢 就向比赛那里的钱呢 筹款了之后呢 就向不同的社区的那些association 或者会那里去捐的 那我很荣幸的第一 感谢有一个机会 可以向社区去贡献 那打Golf是唯一一个方法给我呢 就第一就减压啦 第二又可以帮到人 其实呢 其实呢 这个活动是很有意义的 很有意义的 我说中文 那其实呢 因为很多华人呢 其实 可能或者对于歌以呼球 这个项目呢 也都未必一定说十分之认识 但是有些都很 就是很喜欢玩歌以呼球的项目 但是呢 其实我觉得 很多时候呢 就是你要精通一样的 运动呢 那你一定要由小去做起 那其实这一个 press conference呢 就是关于怎样去 培育这个叫做 歌以呼球的幼苗 那怎样从小呢 就培育那些小朋友呢 对这个歌以呼球的活动 是有多点的兴趣 那其实我觉得 最重要呢 就是说 体育的项目来说呢 对于每一个人的身心 都是很有益处的 你好 我是家中经验创业协会的 会长Steven 我们家中青年创业协会呢 是一个非盈利性组织 当然也是为了增强 年轻人在社区活动 还有那个 各个创业方面 能够更好的互相沟通 和互相帮助 而成立的一个协会 而我们协会的宗旨 就是希望能够通过 这样一个平台 能够帮到所有的年轻人 去创业和就业 那么我们这次 和华高网 华人高尔夫球球协会 一块办这个高尔夫球活动呢 是希望能够帮助一些 就是为了提高 我们那个年轻人 在高尔夫球上的一些 技术以及活动 感谢收看今天的大多故事 我们下期再见